歡迎來到眼金金爆獲金的時間 好,很久沒見過的人都很掛念我們 沒辦法了,就到KH的鎖子要幫它爆遊戲 Ian,這款雷雷遊戲有甚麼特別呢?令到KH明知雷雷遊戲也進入呢? 這款就是當初在遊戲畫劇看到入文版的時候買了來玩 結果意外地,我很喜歡這款遊戲 然後他出了中文版,還畫過了一些畫 KH明知雷雷現在也對,可以回家附來玩 這款遊戲就說得好玩,他有另一個稱譽 是美女版的Terafoil Mask 他有些系統,作者也參考了Terafoil Mask去做 做了一種簡化,更加增強一種玩,好像一種二世間探險的感覺 這款遊戲 事不宜遲,我們不如看看裡面究竟琴鋪能有多漂亮 日文版和中文版應該是有些分別的 據我所知,本身的盒子沒有那麼厚,好像來到一半左右 尺寸是來到這裏,這次是中籌版來的 很明顯是份量加重了 豪華版 豪華版 而且它的畫是全部畫過了,看到成二十足 好,我們再看看盒子 首先會看到一本說明書,我不期望裡面可能有些畫冊 不過其實都叫精美,有些公仔和個人簡介 這邊就是,如果看的話可以看看這些位置 有些是舊版的圖,有些是舊版的圖 這邊可以看看對比,新版的圖 我覺得兩邊都可以漂亮 哦,明白了,我大概解決到了 其實現在這個新版是叫做 這個就像玩以前Dots Game那些公仔 這些就變成了PS時代的公仔 好了,我們首先看到它有送的卡套 卡套我不特別包了 還有很多豪華版的木token 豪華版的木token 都很細節的 全部都上面底頂都貼了去 不是哦,直接印上去對應 對應玩家顏色所需的東西 還有下面那些 即是Counter那些resources的木token OK,好 那都很大袋下 好啦,那有些卡啦 Event卡,那我不特別包了 我想它裡面只有字,是不是 不是,有些是有圖的 有些是拿它原版入版的圖 沒有的 So far都是得字的 大部份都是自己的 那有些character卡是有圖的 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我這邊 OK 沒有啦,我沒有的 被Ian碎了 有些是有圖的 其實它的公仔,叫character的圖 都貼到地下城的圖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因為很明顯地地下城是比較熱的 穿的衣服比較清涼少少的 好,那這個不是重點來的 是不是,KH 好,那就是那些character的卡 是不是 那些所謂的看把量 或者你叫做接待員 就是幫你手去營運工會的主要人物 有兩邊的,有看後面 那它有三個 它不是順序 OK 那它有三個level 那它後面就會穿得 那些衣服會豪華一點點 好,那這裡是level 1來的 那穿的衣服是布衣服 那整個,我當然是逐個逐個看 那是布衣服 這個是教學的 這個是教學妖精的 OK 這些卡的順序 有些像當初打遊戲 那開始就已經開始有些 叫做出得街見到人的衣服 這個是開店卡 又有教學妖精 這個就越來越熱了 開始越來越熱了 就是隨著地球暖化 地世界暖化 那些人都開始越來越熱了 OK 那其實都發覺它都很用心 很多不同類型的女生都在 那包括姐姐 妹妹 女僕 都好像有齊了不同的 就是應該是對應不同的 叫做看板娘 有對應不同的能力 職業 這樣 OK 那到這個呢 就是奇奧 這個是Player Board 不是Player Board 這個是地圖 Board 地圖 Board 那反而呢 這塊就跟日版不同 這個寬一點點 但是矮一點 日版可能會高一點點 就是窄一點 然後這些應該是Player A Summary 即是方便大家 其實它就眼望都不是簡單的遊戲 雖然是Streamline 寫得複雜 那一次都明白的 OK 那這些字都很近 我就不另外拋出來了 這個 這一面就是教學用的 就是 somehow用簡單版 這個就是要用的那些成就板塊 即是成就板塊 會放一些成就卡在上面 會放一些成就卡在那裏 還有會放一些寶藏的Token在那裏 會用功用去爭的 那這些 就是地下城上面那些要用的板 就是六個元板 放在那塊板上面 OK 其實都應該很多不同 是不是類似建築的那些東西 它是這樣的 它一開始要蓋在那塊板上面 你去Explore 的時候才打開 明白明白 好啦 咦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是First Player Token OK 豪華版 豪華版才有的First Player Token 哇 其實它是一個類似圖章 那些蓋章的公司那些 吸引那些 即是寄信那些 是 OK 哇 真的不得要重手 這個就是Player Token Player Token OK 這個是resources的位置 這個就會多了一個好感度的Bot 哦 是的 你達成這條件或者備了一些Course 它就會蚊掉那些譚險者Token 放在譚險者 即是當作酒館那樣 是的 那你就會多了一個人去探索 而蚊到兩個或者蚊完五個 然後你那個康班人就會升級 哦 OK 然後Player Token 它可以攻幾多人玩呢 一至五個人 等一下 我聽到一個一字 這個可以單機玩的 這個是可以Solo玩去challenge 似乎 這塊Bot就是for solo用的 它有固定了的achievement 而不是跟大家爭的 這個就是for solo用的 有難易到困難和標準 這樣很吸引可以自己玩 其實眾籌的叫Deluxe 豪華版 其實還有這些之後 我聽聞還有一些厲害的東西 等我一會兒 給出來看之前 其實它另外附送有兩包 這包 豪華版就是這包 豪華版是多這包 這樣其實都是等於剛才裡面 代表你公司那張卡 你是那個老闆 其實裡面都有 不過是另外Stand out出來給它用 是另外畫得叫全身圖 但其實都真心漂亮的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包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呢 只有KH大大才會做出的東西 就是有這些叫做什麼 這個Egg On的泳裝 Stand Stand 簡直是站在旁邊 代表我是這個 其實呢 我不敢動它的東西 我就輕輕有一個 就拆了出來 這個保守一點 希望不要黃標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Stand 可以插進去的 但是它還有一層膠 就要拆了它才不扯進去 我就不特別插給大家看 但是其實 真的 嗯 還有雙面印刷的 非常可觀的製作 真是不得之了 這個遮遮才是這樣的 好了 這個泳裝呢 就會配這一疊卡 這一疊卡 這一疊卡 其實呢 還有一張泡沫卡 原本遊戲裡面有這張卡 不過是沒有圖的 不過它製作了兩張 即是特典版 可以換走replace 說清楚是特典版 好 那這些都是 都是泳裝的character 也是 蓋轉就當是山泡頭 是嗎 是 噢 我的天 好 那其實呢 還有泳裝版之外 其實本身呢 豪華版就會跟正常 不是很正常的 就叫一般 Level3版的 圖版版的 額外的結聲 OK 那都是雙面的 那我這些不特別另外拆 但是 唉 真的 就算開打冷氣 都依然覺得很熱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燈的問題 但是 對 很開心可以爆發 多謝KX大大給我一個機會 幫你開這盒遊戲 有興趣的朋友 在下面留言 愈多留言 我們可以盡快拍到 review片給大家 今集的爆獲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 裡面 聊天遊戲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